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订来看全台最美的看海书店 太平青鸟 10月23号这个礼拜六将正式启用 由废校太平国小变身的太平青鸟 采取简像的工法设计 具有传统性的白色建筑 有超过2000册的藏书 及多元的运用空间 特国镜头带您先读为快 位于基隆地标下方的这栋白色建筑 就是即将启用的太平青鸟 由废校太平国小改建而成的特色书店 采取的是简像工法 一楼有包括基隆山海主题的 2000册以上的书籍 二楼则保留了国小客桌椅的阅读空间 三楼是一文展场 三层楼间具有大量穿透性 整个楼地板面积少了四分之一 这个是个2.0的转生 然后过去这样子的转生 最主要就是让基隆拥有设计的基因 基隆拥有人文的基因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漂亮的转生 最需要一个是最准确的 而且是最好的 而且是最美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很幸运的 就是找到了太平青鸟 青鸟那个文化制作公司的 这整个团队来进驻 太平国小这50年来 他担负了非常重要的知识传递者 在废校后的三年 由我们接手继续成绩 这个知识传递的任务 很荣幸我们在开幕的时候 我们领选了2000多本书籍 那是代表了基隆的音乐历史 电影文化跟艺术 当然我们会聚焦海洋文学 从三楼楼屋屋及四楼观景平台 则可以鸟看无敌的基隆四港三海美景 金融市长刘昌昌表示 这里不但是全台最美的看海书店 也将成为明年城市博览会的 展场之一 颠覆整个过去 大家对太平山城 以前是一个老旧 然后阴暗 然后残败的一个空间 未来将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 而且这个地方 未来也会成为我们 明年城市博览会的一个新的一个展区 那并且也会有一个光的光影的一个计划 在这个地方来执行 基隆的七位作者 这名作家 郑丽儿也是太平国小校友 他回忆在太平国小六年看海的日子 培养他宽阔的人生观 包括日前刚启用的 沙万历史文化园区 及即将开幕的太平清了 以翻转基隆命运为己任的林游昌希望 用文化历史及阅读重新开箱基隆 以让外界再次认识基隆这一座 有浓厚人文底蕴的山海城市 我们的大沙湾的历史园区 重新开幕 那个其实是 这个重新让大家认识基隆的第一步 也就是我们用文化跟历史 来重新开箱这个城市 那今天太平清了的一个开幕 就是我们用阅读来重新开箱这个城市 所以一步一步的大家会看到 这个城市不同的一个样貌 据了解之前的市营运 已经吸引了爆满的民众抢先来体验 由于太平清了周遭停车空间有限 基隆市这种方面也呼吁民众 多多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或者将车辆停在基隆火车站 及周边停车场 沿着中山一路113项步行前往 慢慢体验基隆山海城生活的魅力 记者张启辰基隆报导 再来看去年首度在基隆海洋广场 造成轰动的三对三国际联盟赛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及考量天候因素 延到10月23号在基隆商工举办 这一项奥运新增项目 今年首度开放女子组参赛 基隆市政府方面也邀请参赛的选手 及加油团住宿基隆 走访基隆相关的景点 感受基隆之美 去年首度登台在基隆市海洋广场 举办的三对三国际联盟赛造成轰动 主办单位今年再度选择在基隆进行 不但参赛队伍增加 更开放女子组 让民众能够近距离观看 已经被列为奥运新增项目的精彩赛事 对选手来说更是增加国际积分的好机会 不过受到疫情及天候因素影响 三对三国际联盟赛 今年延到10月23号 在七堵基隆三公举办 基隆市长林又昌表示 明年将恢复到港边举办 让这项重大赛事成为基隆城市特色的一部分 在明年我们整个国门广场 海洋广场还有游轮广场 大致上都会完工启用 所以在港边来打篮球这件事情 我们在明年还是会来举办 也希望那这个事情 这个盛事变成是基隆城市的特色的一部分 这项运动赛事也获得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的支持 张浩瀚特别强调 这一项国际联盟赛并不是一般的三对三斗牛赛 其实他不是普通的篮球三对三而已 那他其实有更多繁复的一个规则 跟他的一个模式 所以也是让市民了解说 其实我们看似他们打球非常的轻松 血液 但是这一项的运动 其实也是非常的热血喷张 那跟大家想象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热情的参与 那我们未来 因为篮球这个活动 其实在基隆一直非常的盛行 那只是我们抓到我们的特色 把我们的海洋跟观光结合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举办了一个市长 市长配了三对三篮球赛 来衔接我们这个国际级的FIFA 这个联盟的这个邀请赛 来做这个衔接 那希望未来这个称呼市长来讲 能变常态活动 除了精彩赛事 基隆市政府方面 也邀请主办单位 安排球员激交团 住宿基隆走访基隆景点 品尝在地特色美食 对基隆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让所有的这些球队 参与的球队 都可以留在基隆观光 从西岸到东岸来做一个串联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呢 这次大家都有五倍券 我们希望呢 选手们不是只有来观光 也可以来享用基隆的优惠 主要单位表示 这项三对三国际联盟赛 由日本、泰国、纽西兰及台湾 四个国家 共92队组成 基隆市第六站 欢迎民众 10月23号一起到比赛现场 基隆三公为选手加油 三对三在基隆 欢迎来尬球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接下来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家长会向立委蔡适应反映 基隆有许多校园的运动设施 老旧安全堪律 因此蔡立委就向教育部争取经费 最后核定12间 中小学校的PU跑道修缮经费 希望能够尽早修缮 基隆是一个多余的环境 所以基隆很多体育设施常常容易损坏 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包括我们王显示王议员 跟我们李敏兴员都有跟我提到说 我们基隆有许多的学校PU跑道真的有需要被重新来更正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在今年3月我们有去看过几所学校 那确实也发生到这样的情形 那后来我们在立法院 我们就协调教育部能不能来协助基隆市政府 就PU跑道的部分能够来帮忙协助 那历经几个月之后 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月10月的时候 教育部就核定了基隆12所学校 PU跑道的重新的这个新建 那重新的更换 那今天我也非常高兴 特别邀请我们教育部的体育署的专委 特别来到现场来看一下 来确认这12所学校 以及后续的这样的一个预算 定内国小一直是暖暖区最大的小学 然后历史也非常悠久 那学生人数也非常多 那我们这几年一直看到 就是说基隆市政府 其实一直在各学校的软硬体预算上 其实大幅提升了不少 那这一次当然还是不太够 那这一次是非常感谢这个蔡世英蔡委员 特别联合了这个我们教育部体育署 然后把款项已经核定下来 然后可以再往基隆市的12所国小来改善硬体 我觉得这个对于学者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设备 关键是在体育能够强生 那他当然也能救国 我们都知道现在小朋友 非常非常需要大量的户外运动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在下个年度 有机会可以展开 我觉得会是暖暖地区 很多学子的重要的福音 是那其实定内国小也是敏薰的母校 那所以我们都一直非常关心 我们整个学校的各项的建设 那包含图书馆包含我们的跑道操场 那在这个新任我们黄正宫黄校长 就任之的时候 敏薰有来过学校跟黄校长来看过 这个整个操场的跑道 那因为他跑道崩起的非常严重 那也都已经会有积水 那小朋友其实是非常不宜 在上面做这个跑步跟运动 那会跌倒 而且是完全 现在目前以现况来看 是完全不能做运动的 那所以这边也很感谢我们蔡世英委员 那像我们中央这边来争取预算 那敏薰这边来向这个市政府这边 争取配合款 那来进行这个整个店内国小的 操场跑道 以及整个这个运动空间的整个改善 那希望说可以给我们店内国小 敏薰的学弟妹们 一个好的一个运动空间 那让他们有一个 不管是上体育课 或是下课 在这个跑道上奔跑游戏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安全 那按照教育部初步的规划 以及金融市政府提报的条件 大概一个学校大概补助700万上下 那12个学校接近8千多万到9千万的这样金额 那也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工程的时间 大概原则上在明年年底前能够完成 那我想到时候这个未来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还要拜托议员 包括王议员跟林议员 跟学校跟学校家长会来协调沟通 在一个适合的时间点 把这样的一个批货跑道更新完毕 也让学生在体育运动的使用上面 能够更加的方便 那我也会继续努力 就其他相关需要的体育设施的部分 让金融的学生们有个更好的环境 记者冯女生采访获得 疫情趋缓 但民间的爱心不断 金融慈云寺与有联汽车混运公司 感谢消防局队员日夜守护民众的健康 特别联合捐赠了700件的防护衣 1000个面罩 以及一批硬勤设备来力挺消防队员 一箱一箱的防疫物资搬下车 有防务衣700件 隔离衣100件 面罩1000个 及鞋罩100双 全都要捐给金融市消防局 消防局站不站 站 沈云市站不站 站 捐赠一事上 基隆沈云市主委李林宝玉 总干事沈连胜 及身兼沈云市副主委的 有联汽车货运公司总经理李志宏 亲自出席 设放局由第二大队 大队长向永才代表接受 引荐我们大队长 跟我们李志宏见面谈过 所以需要一些救灾那些东西 因为我们不晓得哪里去买 所以辛苦我们的秘书徐云先生 他买了很久 我一直吹 我说怎么这么久还没买期 后来买期了 所以我们是全是经典心理 因为他们消防局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刚刚志宏也讲过 就是救了很多人的幸运 非常好感谢我们基隆测云市的主委 热心公益捐赠了防疫物资 那其中包括防护衣有700件 那隔离衣100件 面罩1000个 还有鞋套1000双 提供给我们消防人员执行 紧急救护的使用 那另外呢 我们副主委李志宏先生 为感谢我们消防同仁工作的辛劳 特别捐赠门大队 所属的七毒暖暖中山安乐百福 等五个分队的运行设备 包括这个防烟面罩 还有这个三岸搜索的装备 还有这个健身器材 还有这个分队使用的电器等等 那在这里呢 我要代表消防人员 向我们基隆瓷云市 致上12%的谢意 而有连汽车货运公司总经理李志宏说 前一阵子看了火神的眼泪的戏剧 对消防人员的辛苦深深的感动 希望尽一点绵薄之力 替基层的消防队员加油打气 我们所有的消防英雄所肩负的一些责任 跟一些危险 还有一些在现实中的无奈 因为毕竟政府的经费有限 所以无法去提供每一个分队 每一位消防英雄所需要的东西 那么从这一个影片深深的可以体会到 我们消防英雄 他们不为自己的危险 像是上山下海 在每天的替我们解救危险 疫情期间 茨云市慷慨捐赠房屋装备给 市立医院三种医院等医院 现在疫情趋缓 茨云市爱心不间断 这一次要感念消防队员 平常救灾救护的辛劳 提供需要的物资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为了防止民众被诈骗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警察局三分局合作 从今年初到10月中旬为止 成功地协助了9位民众被诈骗 身为警友站主任的市议员杨秀玉 特地到华南银行七堵分行 制赠红包给机警发现诈骗行为的行员 防止民众被诈骗早已经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警察机关重要的任务 特别是第一线的金融机构行员 如果够机警够多事就可以防止诈骗事件发生 当初遇到那个客户 然后因为他来凌贵汇款 但是汇款的资料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就把他的手机 就是他跟诈骗集团的对话记录拿给我看 对然后我就发现觉得怪怪的 我就想要通报警察来做个确认 那警察跟他聊过之后发现的确是诈骗没错 对对对 然后才有就是有成功阻止这个诈骗案 那天凌贵客人来 他就说小姐我要汇款 那汇款到哪里 然后我就看 他说对方是新加坡 那我就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汇款资料让我看 我一看就觉得很奇怪 对方是新加坡 为什么给的国家是大陆 而且上面又有简体字 那当下之下就慢慢询问说 请问是买什么 他就说是买药 然后就给他看一下手机 他又很担心手机让我看一下那个 他就 他就说小姐你不要看这么多 你只要看汇款资讯就好了 那又让我更质疑说这可能有诈骗的嫌疑 今年以来到10月中旬为止 金融机构已经成功和金融市警三分局合作 阻止大约9件民众被诈骗的犯罪行为 身为警友站主任的市役员杨秀玉 特地到华南银行七堵分行致赠红包 给防止诈骗发生的行员 感谢他们的激警以及立即通报警方共同合作 让民众避免被诈骗 谢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华南银行的这些行员 对我们这些乡亲的一个财产上的一个维护 也谢谢我们分局的一个配合 那今天我也特别也带了口罩 来到我们这个我们的华南银行送给我们的这些行员 希望口罩能够让他们保护他们 也希望借由这个口罩 希望他们能够照顾我们的乡亲的一个财产 谢谢 这个拦阻诈骗成功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因为我们跟就是结合 警察第三办事宿主任 然后到航库这边来 跟这个阻诈成功的行员来做一个颁奖跟鼓励 以感谢这个行员在防止诈骗所做的努力 我们买行的这些客户会做零贵的关怀 资金用途的调查 然后在有一些情况的时候 就会麻烦分局这边来做一个防堵 那很高兴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些成功的案例 那我们的同仁会继续努力 杨秀玉也特地制证在场所有行员 以及民众特色口罩 除了呼吁大家一起防止诈骗之外 也一起继续防疫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此云寺药师佛店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木科解王的辉宏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一次药师佛店参拜感受发行 想工作却跟不上现代科技啊 为了协助银法族就业 政府提供职讯与津贴补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真才活动 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区换 不过病毒的威胁不减 金融市议员林敏勋 就特地结合暖暖区的 基隆温王府公庙致赠二氧化绿消毒锭 给暖熙暖暖暖浆八度 以及地内等五所小学做消毒工作 将二氧化绿消毒锭 直接快速融在加水的瓶子里面 装回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播发给各个学校的喷雾消毒枪 直接喷洒在学生身上和手上 轻松完成消毒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不过病毒的威胁不减 再加上各级学校已经开学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 特地结合位在暖暖的 基隆温王府公庙 扩大制政对人体无害 市价每核100颗 将近4000元的二氧化绿消毒锭 给暖熙暖暖暖浆八度 以及地内等五所暖暖区的小学 每个学校一学其量的消毒锭 由地内国小校长黄振坤 暖熙国小校长赵惠芬 暖浆国小校长曾素华 八度国小校长财成伟 以及暖暖国小主任黄英仁代表受政 协助学校持续做好消毒工作 有许多信众有反应 想要参与公益的活动 所以我们这次开会后 决定说再次做公益 然后来做这个军政 让小朋友在这个学习 能够都安心的在学校上课 不用 没有那个烦恼在 那这个消毒锭 其实是经过这个国防疫学院的认证 那其实是对人体比较轻微的 就比较不会有伤害 那其实喷到的食物 擦拭也都可以直接做食用 那再一次感谢他们 就是捐赠的这一次 一次捐赠到这个学期结束 那就是每个学校 是这个三个月的一个使用的量 那再次感谢他们的三星大德 那我们未来也会继续 就是说 因为虽然说这个疫情 已经稍微有点趋缓的情况 那大概疫苗也都有失大 但是还是希望说 我们基本上 这个日常的这个防疫的措施 还是要做好 就是一样请戴口罩 然后酒精消毒 请洗手 那所以说 这次捐赠各个学校 不只是学童可以用到 我们的学校的老师 以及我们的导护志工 我们所有的教职同仁们 也都可以使用到 受证前五所国小校长和主任 在市议员林敏勋代理下 前程上香感谢基隆 温王府神明庇佑和加持 制证这一批消毒钉 也非常感谢市议员林敏勋的协助 每一所学校也都回赠 感谢撞给基隆温王府 表达由衷的感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新一区孝东路 珠安城堡社区前的 分隔岛缺口 上个月就被民众反应 常常有汽机车在此回转 结果造成堵车 因此市政府就临时性的事办封闭 结果引发了居民不满 经过市议员韩世玉办公室 及市议员陈宜会堪 市府决定要移除水泥 扭泽西护栏 恢复通行 同时将设置标志 禁止回转 你要说这样子二转 又不好转 去到那边 你要转回来 根本就转不回来 你要走很远走到那个 居民越说越生气 因为使用20多年的分隔岛缺口 一觉醒来居然被封了 多了几个扭泽西护栏 走到那边要三四百公尺 再走一千再回来这边搭车 那这边也没有 六二底下那边也没有人行到 也不能走啊 那我们要走到哪里才能回 才能回家 公车站牌又在对面 所以公车站牌对面 老人小孩 过马路的话 其实说据坦白话 当初我们有申请 翻马线 他也不愿意 二十多年来 居民进出 全靠这个分隔岛缺口 现在封闭 不只搭车要走三百公尺以上 回家的路越来越远 而市政府会突然封闭 原因是上班时段 六二快速道路容易塞车 不少驾驶人为了贪图快 会利用这个缺口回转上扎道 早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有的人蓝的等红绿灯 他就会顺势在这边回转 所以就会造成有一些 比较危险的状况 住安城堡居民联合向市议员 韩世玉及陈宇反映 市政府交通处 警察局及公共处等单位 现场会刊演绎 将采纳居民的意见 移除纽泽西护栏 同时将设置告示牌 禁止回转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早上 有的民众因为六二的红绿灯 时间比较长一点 所以经常会利用直线来回转 所以造成车流比较大 安全性比较值得研究 那我们会做另外的处理 来做相关的改善 在我们校东路23号 我们的珠湾城堡这边 就是长期以来 都是有开通的回转道 那突然一时之间 把他们封住 对这边80户的居民 的确是相当的不方便 希望我们市政府 能研议把 就是原先的这个回转 回转道的洞口 能把它打开 来让民众呢就是过马路的时候 就是比较顺利 有关校东路这边的路口 之前是因为有民众这边反应 有车辆在这边回转 那有急停的状况 到后方的车辆 差点要发生事故的情形 所以针对这个路口 我们公务处这边暂时性的 进行封闭 那今天会刊 跟各单位这边会刊的决议 就是这边的路口 建议有交通单位这边建议 是能恢复原本的 登革岛的开口的设置 那至于后续如果 有相关的行车行安的部分 那这边也会有 我们交通单位 研议相关是否要需要 做一个改善的措施 那如果有的话 也会做一个相关改善的动作 好在经过沟通 市政府决定从善如流 恢复原状 不过校东路往来的车速都不慢 民众经过这里 还是记得减速慢行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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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